哈喽大家好,我是TCUP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TCUP 马股投资YouTube频道 收看我第28集的TG讲股 那么这一支影片会跟大家来谈谈 YULI Pacific Group这一支IPO股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的内容呢 主要是有讲到YULI Pacific Group的IPO详情 资金用途,业务简介,过往的业绩 业务分布财务数据,Cashflow Major Customer & Suppliers,股权分布 未来计划,还有其他资讯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要做一个Gest Gamer 这个影片里面所有的内容资料 只供参考还有就要用读 觉得没有人的买卖建立 请大家买卖自负 任何风险以及归顺 本人一概不负责 好,YULI的IPO价是28CM 以这个价钱计算 它的市值是149.08M PE是14.7 YULI即将在马股的Ace Market 创业版上市 那么它IPO其实在5月17号 就已经开放预购了 然后会在5月25号截止预购 它的Bellet定日期是在5月27号 然后YULI会在2022年6月7号 正式在马股上市 首先先来说说IPO资金的用途 YULI通过这次的IPO呢 会抽到37.27个M 那么其中的29.2% 10.9个M他会用来购买新的机器和器材 23.9% 8.9个M会来偿还银行贷款 那么19.6% 7.3M会来建造新的Warehouse 还有Office 12.3% 4.57个M会用作Working Capital 4.8% 1.8M会拿来装修 它的这个新办公室 那么剩下的10.2% 3.8个M是他这一次上市的费用 那么总共呢 他就会抽到37.27个M YULI这两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呢 那么YULI的华语名叫做YULI工业 全名是YULI Pacific Group Berhad 它主要从事和生产 它主要从事生产和销售工业刷 Industrial Brush 同时呢 它也销售相关的工业器材和机器零件 它的总部呢 是位于马来西亚的霹雳 那么这些图片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工业刷 接下来说一说YULI Pacific Group的商业模式 那么可以看到它左边这边呢 是有它的YULI Indonesia YULI Thailand的这三个主要的子公司 是做Manufacturing of Industrial Brushes 所以主要是生产工业刷 而右边这个YLPH这个子公司呢 主要就是购买 主要就是销售这一个零件和器材 那么它的这个客户群的领域 就包括手套 工业 电子 食品 食品加工 农业 清洁服务 玻璃制造 木材制造 等等的这些领域 那么YULI所生产的这个工业刷有什么用途呢 这边呢是一些领域的这个用途 比如说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客户群是 是手套公司 所以在手套制造的过程呢有一个步骤 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它是需要刷纸去刷这个刚刚生产出来的手套 然后做cleaning和polishing的 这个输送袋它是需要做清洁还有polishing 所以也需要用到这一个专用的工业刷 那么其他的这一些领域呢 比如说农业 在玻璃和木材的制造上面 一些其他工业 食品加工方面 都会用到YULI所制造的这个工业刷 所以YULI所制造的工业刷呢 它说是一个wear and tear的用具 也就是说 用了一段时间呢 你就必须要换的 所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应用方式 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种类 这个使用这个工业刷的这一些客户 需要在一个星期到六个月之间去更换 那么公司通常会跟这一些下 purchase order的customer 收取advanced deposit 目前呢 YULI是总共有生产25种不同的industrial brushes 那么OK那么现在来呢看一看YULI在2018到2021财政年的这一个业绩表现 所以YULI的一个财政年呢是跟着calendar year一样一到12月 那么这个图呢显示的就是YULI从2018年到2021年这四年的营业额 Gross Profit 还有Net Profit 那么呢我会从这三个Neranew Gross Profit和Net Profit呢去讲一讲它过去这四年的业绩 首先先来说说营业额 那么可以看到2019年它的营业额是有稍微的成长 主要是因为当年的这个销量跟价格有增长 那么在2020年呢它的营业额呢是成长接近50个percent的 OK接近50个percent 40多个percent 所以当年这个销量跟价格也是增长 那么同时呢它也说它也获得一个新的客户 就是一个台湾手套公司 那么在当年这个公司也扩增了两条生产线 来应对这个很高的需求量 那么2020大家要知道是这个疫情的这个时段 那么当时候这个手套的需求量非常的高 所以它主要的客户群呢是来自手套公司 所以水帐船高手套的这个公司生意好 那么它需要用到更多的刷子 所以优利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那么在2021年它的营业额继续增长 主要是因为销量跟价格还在继续增长当中 第二个我们来看growth profit 2019年虽然它的营业额上涨了一点点 但是它的growth profit只上涨了0.03个million 可以说是差不多一样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因为2019年它的原料价格上涨 所以它的生意做多了一点点 不过它的盈利方面呢是没有成长太多 被这个原料价格拉回下来 2020年它的这个营业额取得一个爆炸性的成长 然后又获得一个很好的利好 就是它的原料价格在当年因为疫情下跌大约11.5个percent 所以在需求量上升 然后原料价格又下跌的这个情况 它的growth profit margin呢 就从之前的40%以下成长到43.8个percent 那么2021年呢 2021年呢这个疫情就回到去正常了 就是变好了 然后这个原料价格呢也是回去了 所以暗年呢是上涨了大约29个percent 所以可以看到它营业额虽然继续增长 但是它的growth profit呢只是成长了一点点 因为这一个原料价格已经涨回来了 最后来看这个青色的net profit 在2020年 这个零被我吃掉了 太饿了 2020年的时候 因为微量下跌 销量还有价格的上涨 所以它的这个net profit呢就成长了 接近100个percent 那么在2021年呢 公司因为要上市 所以它的director的这个薪水也有上涨 然后它的员工数量增加 Label fee也有上涨 所以staff cost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增长 除此之外 2021年还有一个0.21million的listing expenses 所以可以看到在2021年它的盈利是 比去年低了那么一点点 OK低了一个0.27million OK 主要是因为开销增加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公司的业务分布 首先以地区来分布 优利最主要的市场呢 是在马来西亚 所以可以看到过去4年 它的营业额都有超过80个percent 来自马来西亚 但是在最新这一年呢 是有跌到去77个percent的 OK那也就是说 它出口到外国的业务是 那个占比是有增长的 那么在2021年77%是来自本地的营业额 那么另外23个percent就是有做出口 那么它的第二和第三大的市场呢 是泰国跟越南 但是如果跟马来西亚比的话 OK还是相差非常多的 接下来看一看它的产品分布 这边可以看到有 有红色、深红色和青色的这一个三个segment 所以红色的是工业刷 深红色的这个是household brushes 也就是家用的这一些刷子 然后青色的trading呢 其实就是公司的第三个主要业务 hardware and machinery parts 所以它最主要的这个营业的贡献 可以讲是来自industrial brushes 还有trading 那么可以看到在2021年 它有69.3% 接近70%的营业额呢 都是来自它的这个刷子 然后剩余的30%呢 是来自trading 也就是来自这个器材零件的销售 而最后来看一看它的客户群分布 那么Yuri刚刚我一直都有讲到 它最主要的客户群呢 是手套 那么它的手套占了它的营业的多少 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2018跟2019年 它手套公司所占了它的营业额 都是占了一个77跟78% 那么来到2020年呢 因为这一个手套需求上上涨 所以它的占比呢 就成长到88% 2021年呢就稍微跌回去85% 所以 Yuri这一间公司呢 其实是很靠 手套公司吃饭的 他们需要看他们的脸色吃饭的 有超过80%营业额 都是来自这个手套生产场 好 接下来看Yuri的财务状况 那么Yuri在过去4年呢 它的资产跟净资产呢 都是上升的 那么 截至2021年 它的借金资产有 41.57个Million 那么它的现金呢 99.81个Million Borrowing在最新这一年 有成长到 接近9个Million 是因为它跟银行 借钱来装修 和建造它刚刚 它新买的这一个DP 它要建一个新的office 所以它借了 跟银行借了钱 那么它是一家净现金的公司 目前 Yuri截至2021年为 它的净现金是10.82个Million 那么它的存货有增长 它的Receivable呢 也是跟着营业额增长 好 接下来看它的Cashflow 首先Yuri在过去三年 它的这个Cashflow 2019跟2020年 是Positive的 但是在2021年 是稍微negative200钱 OK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一个一个去看 Operating Investing 跟Financing的这个Cashflow 在现金上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好 首先 Operating也就是做生意方面呢 它的Cashflow 在过去三年 都是Positive的 那么我们看一看它的 当年的Profit before Tax 所以在2020年 刚刚大家看到 它的盈利和营业额 都有一个很高的成长幅度 所以在2020年 它的这个流进来的现金呢 就从4.7个Million 增长到14.56个Million OK在2019年 它有花1Million来买货 然后在2020年呢 它其实是没有怎样去动它的这个存货 然后在2021年呢 它又花 它又花2.1Million来买货 OK 那么Payables方面 也就是它要付的 它欠人家的这个钱呢 在2019年它有缓一点 但是在2020年呢 它就欠了人家4.35Million没有还 OK也就是它跟人家拿货 但是它先欠着钱 所以就有4.35Million流进来 然后在2021年有3个Million流出去 那么此外 它也有给这个Tax 但然后在2021年呢 它是给了3.5Million的Tax OK所以在2021年你可以看到它的存货 Payables 还有这一个税务 都是给它比较高 所以这个钱是流出去 导致它2021年从Operating的这个Cash呢 只有5Million是流进来的 好接下来到Investing Cashflow 那么Investing Cashflow 在过去3年的这一个现金都是流出去的 那么主要呢它都是用来做Catpex 来做这个扩展 买新的地还有器材 Financing Cashflow方面 在过去3年是negative的 OK那么首先它在过去3年 其实在过去4年的2018 和这3年它都有派Dividend给自己 OK都有派Dividend给股东 那么在2019、2020跟2021年分别派了2Million 4Million和3Million的Dividend 然后在2021年呢 它有跟银行多借了4Million的贷款 主要是拿来做它的New Office的Renovation 那么它在过去3年也有积极的这个偿还Term Loans 还有Lease Liabilities 所以2019到2021年的这个Financing Cashflow是negative的 OK那么我们重新看回这个Cashflow的Summary 所以主要的就是2020年的这一个 营业额盈利上涨 它的这个钱流进来很多 但是2021年它拿来买货 然后还了人家Payables OK所以它的钱就有流出去 然后这个Investing三个它都是用来做Catpex 然后在Financing方面呢 negative主要是因为它派了Dividend 然后在2021年呢 它有借了一个4Million的贷款 OK所以这个就是它过去3年的现金流了 OK那么给大家看看Yuli的基本面数据 以它的IPO价28%还有2021年的数据为准 它的PE是14.7 Carnature 7.5 Debt to Cash 0.45 Debt to Equity 0.22 Price to Book Value 2倍 然后ROE是有24.3%的 Yuli在2021财政年的主要Customer 5家呢都是首套公司 OK刚刚我给大家看到它的 手套公司占了它的营业额是高达80%以上 OK所以它最主要的一个大顾客呢 在过去3-4年 TopGlove都是它的最大客户 OK的第一大的major customer 那么在2021年它占了它的营业额32.1% 14.59个Million OK贡献了14.59个Million的营业额 所以Yuli跟TopGlove的这一个合作关系呢 已经长达20年 那么第二家它也跟它合作了20年的公司呢 就是Latex Manufacturing September Heart 那么这一家不是一间上市公司 但是它也是马来西亚的一家 手套公司 OK那么第二家 第二个大客户就是这个Precious Mountain Enterprise Corporation 它是一家台湾的这一个手套公司 占了2021财政年营业额的5.7% 那么这个手套公司呢 是在2020年才开始跟Yuli拿这个拿货的 OK拿这个刷纸的 接下来Care Plus Latex跟这个Hatarlega 都是Yuli的客户 所以总共呢 这5个大客户呢 占了2021财政年50.4%的营业额 OK这个是Yuli 2021财政年的主要suppliers 那么它5个这个suppliers呢 其中3个是来自中国香港跟泰国 都是他们拿这个原料的suppliers 然后其他两个本地的suppliers呢 是跟他拿水管和这个零件 那么这5个suppliers占了2021财政年 purchase value的54.8% 好接下来看一看Yuli的股权分布图 那么它的这个最大股东呢 持有53.4%的是 Mr.Ang Li Leong这一位公司的managing director 那么第二跟第三大股东呢 是Ang Li Seng跟Qi Yiyang 那么Ang Li Seng呢 其实是Ang Li Leong的弟弟 然后Qi Yiyang是Mr.Ang Li Leong的妻子 所以这两位呢也是公司的这个executive director 所以这三个管理层呢 总共持有公司70%的股权 OK那么接下来4.5%他会prior placement 给selected investor 12.5%prior placement给这个Bumi Putera 3.02%会给这个eligible person持有 剩下的5%呢 就会是这次IPO拿来进行public planting 那么其中的2.5%是会给public 另外2.5%是给Bumi Putera OKUli的未来计划有什么呢 首先他在未来呢会继续开发新的产品 供应给不同的领域 来减少他对这一个手套客户的依赖 那么他将会花费他IPO资金中的10.9M 来购买新的CNC机器 来增加4条生产线 所以这一个新的机器呢 预计会在他购买了过后 增加每一年1.18M unit的这个产量 然后这样一来呢 也会减少他对这一个劳工的依赖 此外Uli计划在2022年年尾 建造一个新的办公楼跟仓库 这个是在他目前的这一个工 这个工厂的隔壁建造的 所以这一个新的办公楼跟仓库 预计会在2023年的年尾 才开始运作 然后2021年公司借钱 在巴生的卡巴买了一个地皮 然后目前呢 是已经开始在建着这个新的office了 那么预计是在2024年的4月才完工 然后完工过后 他们就会用IPO资金中的这个钱来 为这个新的office做装修了 OK Uli在2021年的market share呢 大约是12.4% 然后他目前呢 总共有141名员工 其中43名员工是外国的员工 他没有设定这个dividend policy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对 Uli Pacific Group 这一支IPO公司的分享 那么你对这些公司有什么看法 你会预购它的IPO 欢迎你留言讨论 如果你有意在网上开股票户口的话 可以pm 017 39 26 020 现在online只要填写资料跟上传文件 就可以轻松的开到户口 那么欢迎你join我所有的资讯分享平台 join我的telegram channel follow我instagram join我的facebook group 还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like and share 还有comment 我是TCUP 谢谢大家 拜拜